超敗鐵拳 我昨天可以看出來一些端 他在發功的時候有沒有 他在發功的時候 很明顯 他在發功的時候他會先這樣 他在發功 聚氣發功的時候他會這樣 當有人跟你講話 講到一半 他先運氣 他向前墮步的時候 這時候你就要小心了 這是超敗鐵拳啦 他的前置CD 他發動這一招的條件 他就會向左側移動一小步 要打是非打 而且沒有很快 這個就是他前招 一個前搖 就像我們打愛爾登訪皇 我要出大招啦 大家要注意注意 內行看門道 外行看熱鬧 要跟人家交涉的時候 如果他有前移的一點 小心超敗鐵拳 剛剛有人說不會和解 我個人認為是 應該是很難啦 超敗他就很氣嘛 就像我昨天講的 他自己也講了嘛 打人是不對的嘛 他如果有被緩刑的話 就要看他的律師 怎麼樣去跟法官做答辯 然後還沒成案 他如果現在 趕快去跟TOYS 在這段時間一兩個月啦 那不會很快 達成了和解 那由於當事人達成了和解 當事人會撤告 那大部分人 會錢收了 就撤告 那如果說兩個都很硬 那就繼續玩法律 那... 我只能說 超派 肯定是 賠得幾 只是看他要不要賠 可是我想 超派一定不賠他 接下來就等TOYS 他開直播跟大家講就好了 他一定會開啦 打人就是不對 超派鐵拳 你不能找館長 我昨天 根據我學格鬥 喔我練格鬥練了炸模多年 超派鐵拳 我昨天可以看出來一些端倫 他來發工的時候有沒有 他來發工的時候 很明顯 他來發工的時候他會先這樣 他來發工 聚氣發工的時候他會這樣 當有人跟你講話 講到一半 他先運氣 他向前墮步的時候 這時候你就要小心了 這是超派鐵拳啦 他的前置CD 他發動這一招的條件啊 他就會向左側移動一小步 要打是非打 而且沒有很快 這個就是他前招 一個前搖 就像我們打愛爾登訪環 我也要出大招啦 大家要注意注意 內行看門道 外行看吶鬧 要跟人家交涉的時候 如果他有前移的一點 小心超派鐵拳 電影